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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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风声在傻傻作响 敲打着谁的惆怅 思念在一瞬间生长 再忘了也多漫长 掌心的泪 活到滚烫 只愿为你散生痴狂 落花满天 有闻情香 与你天地间徜徉 如果爱太荒凉 我陪你梦一场赎回你所有泪光 这一路有多远 这三世有多长 只收到地老天荒 风起起雾茫茫 雨滚滚雪满满 一步步都陪你同往 牵着手别惊慌 管明天会怎样 哪怕注定流浪 哪怕海角天涯 手牢牢不放 爱念念不忘 人生何须多辉煌 浮华的终生空 执着的都随风 尽路和许多跌宕 遥遇多少风浪 心不再洋花 一起细数这过往 陪你等风停了 雾散了 雨逐了雪滑了 我再见绝对月光 还有我在你身旁 明明清秋是个仙乡 却让你治理得像梵箭一样 男耿女支的 见不到半点仙术 道法的影子 若什么事 都用仙术来解决 那不是太没意思了 他们自己也会觉得无聊吧 我还想着 过几日帮他们背一个战场 让他们意思意思 互相打几架 免得闷坏了 那都挺有趣的 到时我捡几枚天将 来给你住住行 我受伤了 我就说我不会做饭吧 姑姑 看来这一顿还是算了吧 反正我们不吃也没事 那屯子怎么办 明古 速去凡间将凤九抓回来 说青秋出了不得了的大事 可我找不到他 姑姑 那这样 你去狐狸洞口贴个招式 就说狐狸洞需要雏娘 现在就有 好 我现在就去 这样就好了 烧个火添个柴总会吧 再多点点水 仙夫人尾时好厨艺啊 将叶华君调教得如此好 好 不对 他们的夫人早已魂飞魄散 今日提起来 岂不是奸人伤疤 她同意一本 只会在我做饭时烧火天宅 也不知道遇上我之前 她在军机山怎么活下来的 怎么不说话了 怕你伤心不知道说什么 素素 你看都伤心过头了 都将我叫错了不是 你去过冬荒吗 冬荒 我 昔日我和十六师兄去冬荒玩 这太子该不是找到什么线索了 猜到我是司鹰子 所以才拿小团子做借口 来狐狸洞常住 想要找回师父的仙体 这么看着我干吗 依恋心虚的样子 没 没有啊 你这个菜快做好了 虽然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你这个样子倒是挺像个厨子的 先不管她 我就不幸 完了七万年的事情 能被她查出来 好 好 好 不就再要为 再要为阿滴就变成皮球了 变成皮球多好啊 这样为父带你回天空时 都无需同仁 将你团起来滚一滚 就能滚进你的晴云殿了 不就是坏人 刘姐你倒是找了好靠山 没事啊 倩倩 来 你要多补一补 阿黎 来 你要多补一补 嗯 一口叔叔你要多补补 嗯 你把我批出个厨房处理公文 你要处理公文 我要在这儿小住几日 哦 误估 迷鼓 嗯 去把之前四个的房间 收拾收拾 嗯 好 我现在就去 米姑 过来 姑姑 是要睡了 都睡了 小田孙每晚亥时入睡 太子殿下照顾得很好 事实亲力行为 什么时候走 这倒没说 姑姑不是说 太子殿下是来算账的吗 米姑倒是怕 怕什么 米姑听闻 九重天 一定找莫淫上神的先宗 有七万年了 太子殿下来者不善啊 姑姑 没想到你这个人平时不聪明 今日倒与我想到一处去了 那 米姑先走了 嗯 我看你 你们有什么事 我们要去 我们要去 你们有什么事 我们要去 打电话 我们要去 沈济 沈济 你还没睡啊 阿力已经睡了 就来找你假下棋 那棋 叶华君好兴致 这些年除了在 长海驻守的日子 我一直不停歇地 在寻找时期的下落 却毫无隐形 大月凶多吉少了 身为大师兄 却如此失职 连一个小师弟 都跑不住 真是觉得愧的 是 大师兄不要如此说 为能看住时期 把他搞丢了 是我们这一众 师兄弟的错 算了 难道我们师兄弟 见一次命 就不要谈这些伤心事了 对了 石榴 你还准备去凡间历练吗 子澜不瞒大师兄 这七万年说是在历练 却一直在找 小时期的下落 本想继续找下去 可昨日 昨日遇到那义军 并改了主意 想往昆仑虚昔日群仙朝拜 如今却落得空无一人的地步 既然子澜七万年都寻不到时期 倒不如就此回昆仑虚 替师父将往昆仑虚上上下下 打理妥当 你还记得师父临走前说过的话吗 子澜和时期一样 都信师父所说的 既然师父他老人家说过叫我们等他 那他就一定会回来 一日寻不到时期的下落 我会一直寻找下去 那子澜就先回昆仑虚 静候大师兄佳音 那子澜就先回昆仑虚 静候大师兄佳音 你们找谁 姑姑 这是太子殿下暗前思末的文官 加云行君 这个是太子殿下思战的天书心诀 姑姑 姑姑 殿下昨日吩咐过来 日后的公文就送往这里 送公文 姑姑放心 小先知每日沉起来一次 拿走前日批好的 再送些来代批的即可 那这位 姑姑请放心 我就是来保护殿下和小天孙的 但绝对不会打扰姑姑和殿下的生活 给姑姑请个安 就会在姑姑眼前消失 没有殿下的准许 姑姑是绝对看不到我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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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界的人 为何要追杀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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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错 难道义姐还想和天族开展吗 你说君上让家云他们 把公文都送到了青丘 是这样的 娘娘 方才家云回来 讲给君上寝殿里的人听的 君上不过在东海玉白前见了一面 怎么就要去与他住在一处了 都说九尾白狐天生媚态 又善用弥幻术 奴婢猜想 怕是对君上做了什么不堪的事 勾了君上的魂 天生媚态又如何 当初还不是被一条小八蛇 抢走了二殿下 我做了那许多事 我做了那许多事 受了幻眼之苦 献上截破灯 才得以入住喜无功 可他只因生于青丘地基 就平白地占了这正非之位 这世间事 还真是不公平 是啊 娘娘 咱们要赶快想法子 好好教训教训他才是 不 他是青丘女君 四海都要尊称一生姑姑的人 又是天军亲自定下来的太子妃 与他硬碰面 并不能逃得什么便宜 难道 娘娘就这么忍了 不 这不是忍不忍的问题 我当初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当初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在叶华不愿意的情况下 还能入住喜无功 能让这四海 都认为我是这喜无功 唯一的宠妃 靠的不是忍气吞声和影碰硬 靠的是 这 牛娘说得是 是 当初天族因为二殿下 退过他一次婚 所以天军 绝不会允许叶华再做什么 我本以为 叶华会记挂那个死去的素素 不会轻易娶她 可谁知道只去了一趟东海 就被她勾了婚 这一趟 新奴 要想排除掉这个障碍 最好的方法 就是让她主动提出退婚 主动退婚 不错 她对叶华又没什么感情 自己又是青丘女军 如果让她觉得 跟叶华在一起处处受限 不舒服不如意 一怒之下 她说不定真的会退婚 即便不退 也绝不会给叶华什么好脸色 不错 不错 还是娘娘注意好 你现在就去青丘 你现在就去青丘 按照我的意思 给那位上神传几句话 让她也晓得 这天族是有规矩的 她和军上虽有婚约 却未成婚 如此日日交紧而卧 不成体统 先杀一杀她的威风 是 奴婢这就去 不错 姑姑 昨晚没睡好 昨天那个太子 非让我陪她下棋 我太困了 想在岸上服务一会儿 结果就那样睡了一夜 我补补教 她交给你了 好 好 是 你的脸 娘娘 听说你救过小田孙 回娘娘 妙卿之前 在经过俊吉山时 看到一个妖怪 正在欺负小田孙 就出手把他救了下来 送到军上 常住的那间草屋里 小田孙是军上的长子 也是独子很是受宠 你运到很好 说吧 要本宫如何替军上 谢你的救命之恩 妙卿不敢 妙卿 只求能在军上的宫中 做一个寻常的婢女 万万年伺候军上 就已经知足了 婢女 你也不认识 你是东海的公主 这种身份 就算嫁入喜吴宫 也没人会说什么 只做一个婢女 岂不委屈 你说对吗 苗卿公主 是否 先起来吧 以你的身份 又对小殿下 有救命之恩 想要被封为妃 并不是什么难事 这喜吴宫七万年来 只有我一个人 侍奉军上 很是冷清 妹妹你若真有心 我便祝你与军上 成就大好姻缘 也好热闹些 谢娘娘成全 谢就不用了 我只是明白 你的一片痴心 同我对军上一般 同病相怜罢了 你也好 本宫听说 东海水军儿子的 那场满月夜 青秋白浅上神也去了 你可见到 传闻中的那位上神了 白浅上神 怎么 不好说吗 没 只不过那次在东海时 我把白浅上神误认成了娘娘 听着很有趣 说试看 慢着 你家姑姑可在洞内 姑娘找我家姑姑啊 不错 我是喜吴宫肃锦娘娘的人 要面见你家姑姑 我家姑姑与你家君上 晚上下棋 白天散步 现在累得正休息呢 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我家娘娘 也不是不能容人的人 况且还是未来的帝妃 娘娘派我来 也是一片好心 这白浅上神 与太子殿下尚未行礼成婚 便就终日缠绵 娇敬而卧 终是不太妥当 就连当年的天君 也不似这样 再则 这妙亲公主 将将被请上了天宫 太子殿下 也万不该冷落了她 我们青秋 哪有你们天族 那么多弯弯绕绕的规矩 一个区区的小仙 就在这儿叫唤 是欺负我们青秋没有人吗 就是 就是 对啊 这分明是故意寻个理由 来为难我们青秋物质 你们军上有个小老夫算了 还带着儿子 我们姑姑都不嫌弃你们 你们竟然还先救我们姑姑 你们 你们这帮刁民 竟敢诋毁我们天族规矩多 滚 滚 马上离开青秋 对 滚 滚 滚 马上离开青秋 我爬经离开青秋 滚 滚 滚出去 离开青秋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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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margins 你们 建神 你们在干什么 快走 明伯 你不 在吵什么呀 灰姑姑 是天狗的肅井娘娘 遣人催太子殿下回宫 我还没同那人说什么 就被咱清秋的人赶走喽 肃己 叶华的那个侧妃吗 是啊 姑姑 那些人怎么这么凶啊 那小仙子说话不太好听 说姑姑 你同太子殿下 为行礼成婚 便终日缠绵 娇紧而握 忠实不太妥当 就连当年天君也不是这样 大伙一听 就气得江当人赶走了 我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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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头 画得不错 方才你那位侧妃 遣人来叫你回宫 说了些话 虽有些事实 但我掂量了一下 觉得她说得有道理 什么 她说 你我尚未行礼成婚 便终日缠绵 交紧而握 她虽然说得不是真的 但是 我想你整日住在我这狐狸洞里 确实不太妥当 你觉得呢 我要来你这里住 便来你这里住 左右你才是我的棋 旁人管得着吗 若我在正经年纪成婚 孙儿也有你这般大 请请您屡次提醒我 你长我几万岁 可是想说什么吗 随口一说 那仙娥说 你把妙亲公主 也带去天宫了 不错 倩倩 先坐下吧 还是躺着吧 选个舒服的姿势 手抬起来 面朝向我 带着微笑 一定会竟然 那几万岁在哪儿 怎样 我怎么能够 你也没有他 听听听吧 你不在乎 我 你不在乎 你不在乎 我说你不在乎 你不在乎 你不在乎 便会自行离开 其实那西海二皇子 也没有那么不堪 你认识 又来试探了 不认识啊 我只是听四哥提起过 而且那二皇子 不是莫冤上神的弟子吗 想必也不会如此顽固吧 估计是借口罢了 借借你还有什么想与我说的 借借你还有什么想与我说的 还有一件事要说 说吧 我 我的手麻了 可以换一个字是吗 随你 合作人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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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青秋白浅 不光不好惹 就连那整个青秋 也是一群刁民 竟敢诋毁我们天族 规矩多 还说什么 在青秋来说 情投意合就好 还管什么体统 什么 他们真的这么说 白浅说的 气就气在这儿 奴婢根本就见不到白浅 那白浅端着上神的架子 只让洞里的一个小术金 就打发了奴婢 也不管奴婢 是不是娘娘跟前的人 再怎么说 我曾经也是天妃 是天军亲自赐给军上的 又是这喜武功 第一个名媒正取的 他竟如此看清我 何止是看清 那帮青秋野人还说 说娘娘您 是军上的小老婆 说他们姑姑不嫌弃 我们就不错了 竟敢还去教训姑姑 放肆 是太放肆了 他们简直 不要说了 娘娘 您这是怎么了 我救你不要说了 娘娘息怒 让我好好想想 如何让军上 从那只狐狸精身边回来 娘娘 今日可是天军寿宴 您可不能太动肝火 没关系 我只是一时押不住怨气 没关系 你说 今日使天军寿宴 是啊 娘娘 您忘了 这几日想着青秋那只狐狸 竟然忘了这件事 我之前吩咐你准备的贺礼 可办妥当了 妥当了 妥当了 娘娘 这次可有什么 特别的宾客吗 跟往年一样 若是说特别的 应该就是北海水军 与他那个长子元贞了 元贞 是 听说元贞给天军 写了很多贺寿词 天军很是开心 特地让北海水军 将那个长子带来 奴婢猜想 这北海水军 与天军多年的隔膜 或许能因为这个孙儿 有所缓和呢 是 快速去替我准备准备 此事一定要办妥 我跟你说 娘娘 应当这样如此做 奴婢怕 不用怕 不会有事的 不会有事的 听说你从小就在狐狸洞中 浅浅干满一万岁你就来了 不错 算起来的确那么久了 贤贤若要做上神 阿吕叔要经历两次天劫 一次飞升上仙 一次飞升上身 对 对啊 既然你看着她长大 想必知道 她是如何经历这两次劫的 让我想想 想想 年纪大了脑子不太好使 姑姑飞升上仙 是在昆仑须 这太子殿下 莫非是为了查莫冤上神的事而来 要小心些 我家姑姑飞升上仙 恰逢在狐狸洞里 狐狸亲自帮她打了 至于飞升上神嘛 太子殿下也知道 那是跟秦苍大战了一场 和秦苍大战 不错 她与秦苍大战一场 才会失去记忆化身凡人 不错 一划一划 她就是你的素素 为何你还要反复确认 不管她忘了 还是没有忘了 她回来了 就够了 太子殿下 你是想到什么了吗 如此高兴 没什么 我带你家姑姑去凡间 凡间 这太子殿下 真难做 一会儿阴 一会儿情 今天这雨下得甚好 终于不用陪她去散步了 叶华君 你看 今日不知哪方水军不雨 恐灵坏了叶华君 不如我们今日 还是在狐狸洞待一日吧 父亲说今日带我们去凡间玩 所幸今日凡间倒没有下雨 你们要去凡间玩啊 你们应该找一个土地宫 给你们带路啊 你看 我呢 每日待在狐狸洞 对于凡间的路 我也不熟 娘亲 阿里想要你去 跟我换件衣服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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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想要这个 好 要哪一个呀小少爷 来来来 这个 大掌 你的柱子能买下这一条剧 小心一点不要掉了 好 好嘞 白草味坚果 健康又美味 谢谢刚才 快来强仙啦 白草味坚果 小少爷 白草味坚果 小少爷 白草味坚果 咱姐 我要这个 替我装一包吧 好的 怎么今日有兴趣的凡间来 我记得昨天佳云 报来一大漏公文 看他那神色 也不像什么贤文书 今日是阿里的圣臣 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阿里生辰这么大的事情 你也不早告诉我 他好歹叫我一声娘亲 我一份礼物也没背 也太叫人心凉了 你要送他什么大礼 夜明珠 你怎么知道的 送人夜明珠 不是你这么多年来的习惯吗 小仙送小珠 老仙送大珠 虽然送他夜明珠十分名贵 可是阿里人叫不适合 送他也是白白浪费 你不知道啊 我有一颗半人膏的 像月亮一样的 把它放在阿里的庆明殿 看着也开心啊 那可是四海八高 独一无二的 小心 在这儿啊 你怎么了 谢谢你啊 小少爷 不客气 吓死娘了 没事吧 走吧 姐姐 姐姐 几年不见 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我这七万年 从未离开过青丘 也不曾伤过 方才想起的莫非是梦 走了 快走 来 客官 客官 菜都上齐了 来 客官 来 这小少爷长得灵秀动人啊 小时候长得可爱 长大了容貌怎样 还不一定呢 你慢慢用 娘亲是不是嫌弃阿里了 好 男孩子长得好看没有用 一双有力的拳头 比一张好看的脸要有用 更何况我们 女校妇儿校母 依我看 阿里长大之后 模样也不会差的 娘亲生得好看 阿姨既然也不会差到 给娘亲丢人 对 不管阿里以后长大了 是什么样子 都是我心头的一块肉 我总是最维护你的 你晓得的 今天对阿里真好 两位考官 这老教啊 是小的刚热的 正好此时喝 你们品尝一下 谢谢 慢用 你也吃这个 多吃一点 这个你最不爱吃 但是对身体好 你手上这样 不心疼自己 我都心疼 浅浅 思你这般听不得情话 以后可该怎么办 你都心疼不得情话 是 我看见你 所以你会让人想 你不觉得 这只能重复 感觉 对 这个会儿 你先走 光高好 小就没enhok 疑 来 我再来训你们 好 客官 慢走啊 下次再来 好 这位客官 怎么就您二位啊 刚才与您一起的 那位公子呢 这附近 可有什么好居住 好居住 有啊 从这边往南边走 有一个茶馆 这个茶馆啊 价格虽然高了一点 但里边说书的 说得可是相当好啊 说书 对 那我们就去茶馆吧 好 谢谢了 好好好 咱们书接上回 立马 好 立马 立马 话说这条马 是战场 班 班 您也是沈宁光啊 张随吐信他惊人胆 我做朋友巡视令人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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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边品不卡 有人落入他的口 十拿九准是一命盘啊 于是这三人互乌 你富君在添上品口茶的功夫 这凡间你就天黑了 咱们就在这坐着等他吧 嗯 这两位高高的月勤 想拿套金蛇 归出你全 太子殿下 我在坊间还有要事 此诸一灭变地离开 那臣就长话短说 近日离开东海满月宴的先人们 先后都遇到一群人 不知身份 只为取我们的性命 竟有此事 可有找到活口 没有活口 都被妖法夺走了性命 十六师弟的意思是 那些人是妖法做出来的傀儡 所以他们的主人 极大可能来自一切 一切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落入凡尘伤情着我 瞬间一渡情节难留着旧的心 还有几分前生的恨 两要三生三世恍然如梦 去的年风干泪痕 若是回忆不能再相忍 就让情分落九尘 两流水里何时还会穿上 有剑树下一盏风存 落花又已流水无情别人 安怨爱恨两头麻花的船 无声缘千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